4月1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同印尼当选总统普拉伯沃举行会谈 习近平祝贺普拉伯沃当选印尼总统 并请其转达对左柯总统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 过去十年 我和左柯总统共同引领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 取得沉甸甸的成果 亚万高铁成为两国高质量合作的金字招牌 中印尼关系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中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印尼关系 愿同印尼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 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 中印尼关系取得宝贵成就 关键在于坚持战略自主 坚持互信互助 坚持合作共赢 坚持公平正义 中国和印尼同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代表 过去 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中始终相互支持 今后也应该精诚团结 打造互利共赢的典范 共同发展的样板 南南合作的先锋 双方应该坚定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坚定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支持 中方愿同印尼保持密切交往 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深入推进两国双元和区域综合经济走廊项目 持续深化海上合作 中方愿在减贫脱贫领域 同印尼加强合作提供支持 习近平指出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双方应该积极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大力弘扬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龙精神 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加强多边协作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中方愿同印尼一道 维护东盟团结和中心地位 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 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普拉伯沃转达佐科总统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 表示很高兴将中国作为当选总统后的首访国家 中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和印尼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我对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非常钦佩 愿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经验 深化治国理政交流 中国是印尼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深入参与印尼经济建设 助力印尼国家发展 我完全支持发展更加紧密的印尼同中国关系 愿延续佐科总统的对华友好政策 坚持独立自主 恪守印尼政府一贯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 同中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 推进两国关系更加全面和高质量发展 落实好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共识 印尼新政府愿积极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经贸脱贫等各领域合作 取得更多成果 进一步造福两国人民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 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上 始终主持公道正义 我深表赞赏 印尼愿同中方 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协调合作 为南南合作做出更大贡献 王毅参加会谈